这个世界上还要比老娘更新视频更值得让大家高兴的事情了吗 没有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辣妹发财章 我才两天没更新 就有野鸡发私信威胁我了 现在这妹妹就是敢说话 我是母猪啊 我天天给你更新 我们女明星不用跑通告了 不用谈恋爱了 我这都多高产了 什么频率了 还不知足 我跟你说 像你这种不知足的女人 你很容易过得不快乐的 言归正传 今天这个妆不用你们看 你知道是一个哥特范儿的妆 前两天不是刚好有件事情挺火的 就是说化了哥特妆之后不让上地铁 然后我在新闻下面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评论 比如说化这个妆太吓人 还有吓到小孩 还有什么恐怖分子会伪装成这样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当时看到之后 我就虎去一阵了 我的姐妹们 跟你有啥关系啊 我觉得每个人怎么样打扮 每个人化什么样的妆 每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那都是人家自己的爱好 那都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你有什么权利去教育别人呢 你觉得吓人是因为你无知 你不懂你可以学 你可以问 你可以上百度搜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他没有触犯法律 以及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前提下 你都没有资格去教育人家 如果你只是想说人家的妆太吓人 就是会吓到你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是不要出门了 因为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 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故 稍不留神 你的脆弱的神经就会被毁灭 人家只不过是化了一个对你来说 比较另类的一点的妆 你就受不了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先天有缺陷的人 比如说残疾人 或者是有皮肤病的人 那还不把你给吓死啊 至于什么恐怖分子会伪装成这样 那我真的觉得很搞笑的 你觉得做了坏事的人 会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 还是会化一个像我这样的妆 让别人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他 还有人一直在强调什么公共场合怎样的 就正因为是公共场合 所以你才更没有说别人的权利 不要把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少数人 谢谢 行了不说了再说就上气质了 今天教大家画的这个哥特风的妆 全部都是用一盘眼影搞定的 前一阵总是看到很多美容播出 在玩这个就是一盘眼影画整个脸 可以说是四五岁的时候 因为我老偷用我妈的化妆品 就是我老妈有一个很大的眼影盒 就是我经常拿她来东抹西抹 她倒也没有不让我抹 她就是怕小孩涂了那些东西会伤皮肤 然后会把那个眼影盒 就是藏到一个很高的大衣柜上 不让我抹 姐妹们我是谁啊 我女杀手女特务女飞贼啊我 我可法力高强着呢 我跟你说不让我抹好使嘛 像我这样的女飞贼就身手非常的敏捷 然后我就爬到那个大衣柜上 把那个眼影盘勾下来 每天跟我解图的像鬼一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这种朋克女孩的形象 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然后在她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上季校就是没有什么钱嘛 我们季校的女孩大家也懂的 就是一天到晚心思也不在学习上面 就研究怎么导致这张脸了 那个时候学校随时都有可能会搜你的身 就是看你有没有带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我们姐妹之间都会去什么 挨压压买一个很小的眼影盘 就是那一盘眼影 就是又化眉毛 又化眼睛又化嘴 所以说一盘眼影画全脸的这个创意 就是我们早都玩过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在重温经典 然后来教大家用这一盘眼影画 我整个的这种歌特的妆 请大家务必好好学习 化完之后跟我一起去坐地铁 好 话不多说 一秒回到素颜前 首先我现在戴上 我今天特意准备的一顶假发 然后现在开始上底妆 底妆我就不用眼影画了 底妆要是用眼影画的话 也太过分了吧 底妆我用的是Dior的BB霜 这是一个中样 因为大的我买不起 然后底妆上好以后 我现在就要用眼影来化妆了 当然不是这一盘完美的记得 是这一盘 是这一盘便宜的 这一盘的所有眼影 全部都是那种大地色系 就是我觉得最不适合用来化妆的一盘 所以我今天要用它来化妆 首先我粉底已经上好了 我现在准备用一个颜色来定妆 那我用哪个呢 我感觉好像哪个都不太合适 我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还是用这个浅黄色好了 我怕用太白了 看起来我很像死了一样 我用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刷子 因为我怕沾到其他颜色上去 然后就到了最激动人性的眼影环节 今天的主题是哥特的女孩 所以我会化的非常的浓 非常的可怕 那我就先用一个棕色打个底吧 用刚才那个前棕色扫完眼眶之后 我现在开始用这个深棕色 然后下眼眼我沾这个红色 然后我再上这个黑色 用黑色在眼窝的位置继续加深 然后我用这个金色的珠光色 把它涂到眼皮中间 今天不可以用眼线笔了 那我就用这个黑色的眼影 来画个眼线好了 我个人比较习惯就是先捅高光 然后再画下眼影 高光我今天就用这个基尔嘎拉里面 这块金色好了 然后我披个假睫毛 下睫毛我没有假的 我就只能用画的好了 我用这个眼影画吧 OK现在眼睛画好了 然后我现在开始画眉毛 眉毛应该画什么颜色 好吧我用个棕色好了 眉毛画好以后我赶紧画鼻影 我现在逼了一泡尿 就是我感觉我要炸了 我要快点画 画鼻影我用的是刚才沾过棕色的那把刷子 我就不取新的粉了 浪费 融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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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个颜色吧 高光我用这个颜色吧 感觉这个颜色应该是里面最亮的了 打上屁笑我都没有 这个高光涂了没有什么用 就这样吧 然后到后一步终于可以涂口红了 口红我当然是要用一个非常日常的黑色 毕竟我是要去地铁上吓人的 然后今天这个哥特女孩妆就已经画好了 然后今天这个由一盘眼影搞定的这个哥特女孩妆就画好了 不知道你觉得咋样呢 如果你觉得老娘话得还不错的话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和评论 如果你觉得老娘话得还不错的话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和投币 最后我希望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癖好 有什么样的性格 或者是你先天 或者是你先天有什么样的缺陷 在你没有触犯法律 以及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大方自信的做你自己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你指手画脚 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也没有这个权利 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在世最可贵的事情 并不是你赚了多少多少钱 而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如果不让我们坐地铁 那我们就去打滴滴 永远不要活在他人的眼光里 不跟你们说了 这些大道理我相信你们都懂的 然后我现在就要去坐地铁了 但是在我坐地铁之前 我要赶紧去撒个尿 因为我现在我感觉我的下体已经崩沙卡拉卡了 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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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